太小了,我看不到 每一個cover video 我都會想要穿不一樣的衣服 齁,這件我也是很期待 因為 就是手這樣會用到硬張油 我怕就是很容易洗斷的感覺 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彩星 Today 淘寶開箱 有看我story的朋友都知道今天是 It's my birthday 所以 很有氣氛在後面 我們今天就不要那麼多廢話 我們的流程就是那麼簡單 開箱 做每個物品的first impression 還有穿搭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啦 OK 睡到吧 我們就先從這個盒子開吧 就是我買的飾品喔 因為我很常拍cover嘛 所以每個cover video都會想要穿不一樣的衣服 我這次就有嘗試想要走不一樣的風格啦 所以可能你們會看到 原來怎麼會買這樣子的東西 OK 所以我這裡有一個耳環 喔,我照片會放在這裡 這是那種有點帥氣的耳環 好,這個耳環就長這樣 它其實是把這個上面這個圈圈掛在耳骨 然後就是放進去你的耳朵 那個鏈穿進你的耳朵的時候 感覺超噁心的 OK,再來 第二樣 是有一點重量的啦 可是也沒有到這麼重 這個圓的牌 它有點沒有那麼的增 但OK啦 就是一個飾品嘛 就穿一些oversize tee的時候會比較適合啦 接下來就到衣服啦 鴿子的那個上衣 這邊就在鴿子的 感覺像是好像還蠻不錯 就是那種可愛甜美的風格 這個紫色沒有太大的色差 而且也不是什麼奇怪的紫色 質感的話是舒服的 不會很紮膚的那種材質 所以我覺得它的板型是很好的啦 然後這裡很fit 然後其實我覺得這裡的那個彈性 它有點緊 但是我覺得 我放在洗衣機裡面洗久了 它應該會沒有那麼勒吧 然後後面是這樣子 然後顏色我也覺得不錯 不會很顯黑這個紫色 接下來 是一個白色的背心 它是這樣子板的 有一點點性感的背心 怎麼說它有點窄耶 雖然它是有彈性 可是我好怕它會把我的肥肉都擠出來 材質是舒服的 我是覺得它就是偏短 但是OK如果你穿長褲的話 只是露出一點點 就是削尖的這一種 後面是有點彈性的 然後這裡是綁帶 穿起來的那個感覺是好看的 有點歐美的feel 我覺得這裡綁帶的部分要仔細的綁好來一點 因為它會有這個皺褶 看起來好像很不合身這樣子 除了那一點點 其實它沒有太大的問題 羊毛的這個白色的外套 我覺得好像還不錯耶 很可愛耶 它的那個扣子是五顏六色的耶 它這個布料出來是很舒服的 可是在這麼熱的天氣滿這樣子的外套是 做死自己嗎 跟上一個那個有一點相似 可是這個會比較厚 牛仔外套 哇很重那個chemical的味道耶 短款的牛仔外套 穿上色的感覺 它的袖子好寬喔 後面也是好短 前面少短 喜歡 喜歡 這個 而且它袖子很寬 它的這個紐扣的地方 它也一樣是沒有開口 是要自己剪的 它下面是做這種沒有縫線的 我喜歡這樣子的設計感 版型也好看 也沒有色彩完全可以買的 很快耶 到最後一包了 可是這一包很大包啊 應該是在同一間店 買了六間 這個有點期待 好可愛 等一下 這個根本少女型爆發耶 這裡是泡泡袖 然後這裡是有做抽繩的那一個設計 它整個布置是滑滑的那種 有點像雪房布的那種感覺 後面是有伸縮的 我感覺這件好像很不錯耶 沒有踩雷的感覺 我原本以為中間這裡是一個抽繩的那一個設計 其實不是 它就只是買一個蝴蝶結 話不說我也不會到太突兀 後面也是有說真的彈性 然後這一件相對只剩那一件的話 這一件沒有像只剩那麼雷 這件還比較就是有活動的空間 齁 這件我也是很期待 因為 最近真的是超級蝴蝶流行 斑嗎 可是這件有點小件耶 有點性感啦 但是我覺得如果是太過暴露的話 我會考慮穿裡面長袖的白色衣服 或者是短袖版式衣服 其實這個質感的感覺就是很便宜咯 講真的 很薄一下 感覺裡面是需要再穿了一個 這一搭這樣子 因為它好像有點脫服 就是這東西來當搭配的話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畢竟它也很便宜 我覺得整體搭配起來的感覺是很不錯的 就很歐美風的感覺 然後它這個背心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 穿的時候還有脫的時候要非常的注意 不要拉扯到太大了 另外一件 背心 哇 顏色很短耶 欸 感覺 呃 拿來大T恤也是好看喔 我覺得顏色也是蠻好看的 它的這個袋子 有一點薄 好怕就是很容易洗斷的感覺 摸起來的質感是比剛才那一件背心好很多啦 然後上面做的這個安心的領扣也是很可愛 我覺得它的長度是對我來說是有點短 但是穿高包褲的話露出一點點覺得還OK 可是穿這個背心的話我一定會配外套啦 這個肩帶的長度也是剛剛好 也不會到太肉還是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還蠻可以買的 接下來呢 是褲子 白色的褲子 你看它上面這裡超多扣的 我買的是M size 我希望不會太大 欸 好像還好 雖然是直同一點的 我讓它這裡有三個扣 所以你可以選擇你的腰型 你要去到多小或者去到多大 就整體感覺是不錯啦 材質也是很舒服 在蹲下來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很勒很緊 還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 很棒 沒有踩雷 我又買了一個 平時沒有買過的風格 大家準備好了嗎 這個街頭風的工裝褲 露料是有點薄啦 但是不傷大雅 因為它是全黑嘛 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然後它有送了這個鐵鏈 應該是綁在口袋那裡的 沒有起錯的話 最近都很流行啊這種 然後它就是掛在那裡 它就有一個這樣子的垂掉的感覺 是一個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是很帥的很好看 它原本 是要這裡有一個東西給我掛這條鏈 後面也是應該有 可是它根本沒有縫那一個東西 就覺得很莫名其妙 而且它左邊的口袋呢 它縫線縫錯了 所以我的手根本沒辦法插進去 除了這兩點以外 其實它整個版型看起來是好看的 來到最後一件咯 最後一件是 一個米白色的吊帶褲 我希望這個吊帶褲是合身欸 因為我在去年還是今年那頭的時候 賣了一件也是米白色的吊帶褲 可是它的cutting很奇怪 它的腰那裡會有一個很大的洞 就很容易走光 最後我就把那條褲丟掉了 我真的很想要穿吊帶褲 所以我又再去買了 那個質感 跟剛才白色 米白色的那個褲子的質感是 很少意的 不會很透這樣子 我剛才就跟你們說 我之前買過吊帶褲 然後這裡版型很奇怪嗎 可是這一件也是這樣欸 就是這裡破一個很大的洞 根本會走光啊 我到底是要怎樣穿欸 是我穿的方式錯了嗎 還是什麼 我有點 不是很明白吊帶褲的那個 原理到底是怎樣 這個我就會在研究該怎麼解決 這樣子真的是太危險了 就算是裡面你穿一個打底褲也好 它還是會左光 你坐下來的時候 別人從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會覺得毫不压關 那這一部分是我想要看一下的是 也是我在淘寶買的一些 有關於手帳類型的文具 好那我們先來開這一個小的 這個是其實我是已經有開過了 因為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這是賣家送的貼紙 這個是那個印章蘑菇葉子這些文字 就是它的整個感覺是還挺不錯的啦 然後自己另外去買那個stamp 另外一盒 先看到的這個是那個圓形的貼紙 它是那種磨砂的質地 墨蘭迪的色系 冬天的色系 比較vintage一點的顏色 還有偏紅一點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價錢有點偏貴吧 它來的那個quantity很少 Next 好是這一個 這一個我沒有想到它這麼小 就是一些圖片的素材 所以裡面會有很多很多的很random的圖 還有風景啊 有一些畫像啊 有一共有400多張 顏色也是很好看 質感的話它是有點薄 然後它偏透明 我覺得質量上面對我來講 是沒有太大的需求 要求 所以我覺得什麼質量都ok啦 是我們最後一樣 也是印章 為什麼我會買這麼多印章 其實我沒有一個人要用到這麼多啦 我是想要就是 抽一點點 送給我的朋友當生日禮物這樣 好裡面這個都是關於 Moon and Sixpens Moon and Sixpens 也是一個很 也是很出名的一本書 裡面都是一些 月亮啊 山啊 海啊 這樣的圖案 然後拿起來是一小塊一小塊的 方塊 啊 啊 怎麼這麼難 沒有太大的要求 大概是這樣啦 ok好 在剛才試完了所有衣服過後 我就想檢查一下我訂的東西 才發現到原來賣家露發了一件 就是 斑馬的短款西裝上衣長這樣 喔 欸我對這件超有期待的 可是 賣家露發了 很可惜耶 好啦沒關係 我是覺得 我買的所有衣服都 還蠻ok的 quality 版型都還蠻不錯的 算沒有踩雷吧 所以 希望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這個淘寶拍箱 如果你們有看中 想要買的 那一件服飾的話 可以去到我的 Description box 我會把所有的link都放在下面 你們可以去自己找來看看啦 如果在影片裡面 我很詞窮 或者是我講話不流暢的話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含 我會好好地努力學習 要怎麼講話講得更加的流暢 就這樣子啦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